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走在阳光里 身边有个你 你说好喜欢这样的天气 能在一起 写在日记里 心里好想你 如果下着雨 也要等着你 曾经一切不在意 的阳光和小雨 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 阳光和小雨 都再也不熟悉 只是一张张 飘落的距离 走在阳光里 走在小雨里 偶然我会想起 从天的天气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您 对于中老年的想象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 中年人跟老年人 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面 生活的最舒坦的一群人 因为年轻的时候 经过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也累积了一定的人际关系 以及经济的基础 所以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已经不用再像年轻人一样 每一天急急盈盈的 连休假日都没有的 在努力的工作者 努力的加班 耽误了你的三餐的时间 也耽误了你的睡眠的时间 更缺乏亲子相处的家庭时间 现在终于多出了很多的时间 应该可以好好的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而来营造更快乐的第二人生 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快乐的中年人 也看到了很多自怨自艾的 非常忧愁的 非常甚至于愤怒的老人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说到底 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一个人对于所谓老龄的信念 往往会影响到他的寿命 当然更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 美国耶鲁大学曾经研究 发现如果对于老化这件事情 是持着正面的积极的态度的中高龄者 对比态度消极的中高龄者 平均寿命可以多活7.5年 所以态度对于寿命的影响 甚至于会比孤独感 性别抽烟 还有运动 都还要大很多呢 研究人员进一步的分析 发现两组的射精地位 与健康状态 并不会影响研究的结果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心念一转啊 不管有钱没钱 有病没病 积极正向的人生态度呢 会心理影响生理 都能够让你活得更好一些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总是会想说 哎呀我这样做 会不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了 或者说我不够积极 那会不会因此就让同辈的人 通通都超越我了呢 等等之类的 但是到了中年以后 你会发现 这些一直埋藏在心里面的 竞争的念头 都会慢慢失效 因为你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用 尤其呢 如果你会看到身边 有一些老人家 你看着他们的老年 你就会发觉 年轻的时候 你卯足了进去 做的很多事情 甚至于为了做这些事情 去黑别人 黑自己 可是如今看来 你都会觉得 它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像我观察 我们家中的老人家 的生活状况 是我就在想说 很多老人其实长期以来 都被忧郁跟失眠所困扰 到最后只能够靠着 吃安眠药来过日子 那甚至于呢 就在我父亲 他的状况比较 就是严重的时候 他要吃安眠药 那那时候我因为照顾他 所以我的状况 也变得很不好 那我的父亲 竟然告诉我说 女儿啊 该吃安眠药的时候 你就要吃安眠药 那我很震撼 因为以前我们从小 父亲就是父母亲 都是不太喜欢我们吃药 都会说 身体有自愈的能力 就说你怎么会失眠 你好好调整 你的生活品质 你就不会被失眠所苦啊 该吃的时候就吃 该睡的时候就睡啊 这是我们家里的人 坚信的一个人生态度 而事实上多年来 也都是一直这样子过着日子 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没想到呢 老年的父亲 后来竟然要 有一段时间竟然要靠吃安眠药 才能够过日子 他甚至也告诉我说 中年的我说 该吃就吃啊 不用执着 能睡好觉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就发现 千斤万斤 换不来一场好眠 是真的 能够好好睡觉 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又或者是当父亲 要出门的时候呢 他有一段时间行动不变嘛 所以总是需要轮椅 对他来讲 什么都没有像 他的轮椅更加的重要 因为坐着轮椅 他就可以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 所以他非常宝贝 他的轮椅 甚至于下雨天的时候 他还不愿意 推轮椅出门 因为怕轮椅淋湿了 就坏掉了 所以他情愿自己 非常吃力的撑伞出门 他也不愿意用到他的轮椅 可是当人在年轻的时候 要这个 要那个 不断的换名车 可是你不会明白 你真的到了老的时候 你需要移动的时候 你其实需要的不是名车 你其实需要的 可能是一台轮椅 它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有品质 那所以我们奋斗了那么久 争了那么久的时间以后 你回头来看 其实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不多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在中年以前 要活得这么不开心 或者在中年的时候 要活得这么不开心 桃圆长庚医院复健科的医师 陈志光医师说 愤怒 悲伤 忧郁 等等负面的情绪呢 它会干扰自律神经 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直接或间接的引发疾病 使人衰弱老化 甚至于死亡 要能够保持安静的心 用健康的态度来过生活 那么你的身体 也就会更加的健康 养生就必须要先养心哦 想办法让身体免受疾病的 内因干扰 能够进一步的远离疾病 抵抗衰老 才能够延年益寿 陈志光医师指出啊 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 颁给了研究端力的三位科学家 而科学家发现高度压力 严重忧郁等等心理状态 会加速端力缩短 而短端力就是代表 你的细胞衰老了 你只就可以证明 当您感觉到老呢 你就真的是老了 这句话不是哲学哦 而是医学的实证 也说明了思维的力量 也就是说 不管你实际上的年龄 是怎么样的 但是主观年龄 比较年轻的人 身体就会比较健康 活得比较长久 有一点年纪啊 真的是有一点年纪 的人才会知道 有一点年纪 其实世界还蛮幸福的事情 总而言之 就是要活到不知老之将至 或者是不知老之已至 就是一种最棒的人生态度咯 好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 是王菲所演唱的 执迷不悔 对于什么事情 你常常执迷不悔呢 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 减肥就是一辈子的 执迷不悔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 任性的沉醉 我并不在乎 我并不在乎 这是错还是对 就算是深陷 我不顾一切 就算是执迷 我也执迷不悔 别说应该放弃 应该睁开眼 我用我的心 去看去感觉 你并不是我 也怎能了解 就算是执迷 就算是执迷 让我执迷不悔 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 我承认有时也会变不清珍贵 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队 只是这一次 这次是自己 而不是谁 要我执迷不悔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 就算痛快 就算是累 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 就算疲倦 就算是累 也只能执迷 而不悔 你的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 在幸福号列车 在今天二八廉价的第一天呢 我们除了上一个小时 带给您一些心灵的粮食之后 这个小时带给您的是一些 看得到的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改变 以及他的体型 体态的改变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 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 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很关心 很多的健康议题的人 你可能就会对他 这个名字感到非常的熟悉 黄慧如 慧如呢 申根了健康医疗新闻 有二十年的时间 而且呢 他非常鲜熟的知道 怎么样去熟读了 国内外最新的医学研究 就把他变成一种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 语言传达给读者啊 那我们首先呢 要很恭喜他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慧如以慢老就是慢慢的老这一本书 得到了二零一九年度成品健康生活的第四名 而且入围了二零一九年的博克莱的TOP一百的其中一本书 戴着口罩有没有 讲话很吃力 恭喜慧如 是那个慢老选手自己的强运 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 然后第二件要恭喜的事情就是呢 今天我的手上又拿到了一本书 这是一本新书 叫做不减肥才能瘦 我觉得根本你这些书名都是一种 让人执迷不悔的书名 慢老谁能抗拒 对不对 不减肥才能瘦 谁不其忘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跟那个观众朋友 对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太陷入自己的 听众朋友问好 问好一下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慢老 现在是优雅瘦下来的黄慧如 对 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心里头有点不太平衡 有没有 都是女人 为什么有的女人就会越活越年轻呢 像慧如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好几年了 好多年了 对啊 大概有超过五年的时间了 在康健的时候就采访过您啊 对啊 好像是在您快五十岁的时候 之类的 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我们就采访 就因为采访的原因就认识 可是我真的觉得 其实慧如你给我很大的 人生的启发 怎么说 因为我看到这几年来 应该就是这五六年来吧 可能还没有六年 可能就是五年来吧 我曾经看过你因为 身陷在太沉重而庞大的工作压力中 嗯 所以有一点点 就是活着有一点点不开心 或者有一点焦虑 或者有一点不确定感 嗯 然后你就毅然而然的 转换了你的人生的跑道 嗯 我那时候 我连那个陈月清老师 有一次我们好像就去跟他谈 又要去出一本书 嗯 然后谈完之后 其他的同事就去上厕所 对 他只不过问我说 最近好不好压力大不大 嗯 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对啊 就是那时候 有人这样关心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样子 就是你就知道你自己那时候的状况 真的很不好 那样的状况 真的不好 对 后来就去了印度嘛 对 然后那一次就完全改变了你的人生 对不对 就是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向 然后我现在 就是 生活方式有个很大的改变 我一半的时间都在分享瑜伽 当我瑜伽老师 然后一半的时间在写作 对 我们要先讲一下 因为慧如曾经是很多朋友 都非常喜欢的 康建杂志的总编辑 嗯 你只要你不要觉得说 哇总编辑 哇很大很厉害 你只要看到总什么 你就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 就是所有的压力对他身上 就是总 总编辑 总压力 压力的总和这样子 对 然后那么长的时间 你一直都在这个编辑台上面工作 而且引领了台湾的很多 健康的薪知吧 嗯 或者是引爆了很多的 国人健康的议题 嗯 那时候你做的事情 不只是你自己 很多人都觉得 非常重要啊 没有你不行啊这样 然后你现在的工作是 你一方面是在写专栏的作家 另外一方面 是一个瑜伽老师 而且你说你一个礼拜要开 八九堂课是吗 嗯 从刚刚开始的时候 曾经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访问的时候你说 哎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有学生 到现在你可能会觉得 哦我的学生已经多到 真的不能再多了 没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真的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还可以再多是不是 哈哈 就这几年来的改变 还是我觉得在你的身上 看到越来越光彩 嗯谢谢 就跟那个那时候 你决定要离开之前 那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嗯嗯嗯 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 我会认为那是 臣服的力量 嗯 我并没有觉得是我自己有多勇敢 多伟大 不是伟大 就是勇敢 然后自己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然后自己用很大的那个意志力 心智的能力啊 然后就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即使转向 换工作 换行业都要做到好 我觉得不是 嗯嗯 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然后你就只不过坐那个小船 就往前走 对 那到底会怎么样都不知道 我记得后来还又又回了老东家 又做了一个大专题 然后那时候还要采访了 对对对 老师 然后就是还是反反复复 又回的走 走 往前走而已 只不过现在好像就是 嗯 那条路越来越明确 嗯 然后我也会很努力的去守护目前 我的生活方式 嗯嗯 不是说目前所拥有 是守护这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以前在编辑台上工作 还是你现在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都是一个全力以赴很专注在做的一种状态 并且同时也可以很享受这个身在其中的感觉 对对 我觉得只有美就是不断的活在当下跟美一分一秒的努力 你才不会对于那个未来的忧虑跟恐惧这么大 就是说你每一步都是觉得没有对不起自己 就算那个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并不像大 不见得是好或是坏 因为那不是你能决定 只是老天爷决定 老天爷可能会给你一些安排 那你也无愧于心啊 就是你你你你都做了 而且你觉得你你都你该做的都做的 不管好或不好 反正都尽力了 尽力了对 可是我看这个书名我还是有点疑惑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不觉得你跟肥 肥这个字 他特别强调有任何关联 当然你现在身材是保持的更好 真的是 现在是体态比较结实更结实 因为课上的多 然后对 现在生活方式就是早上可以去跑步啊 像我今天早上就有跑啊 然后我更多的时间可以自己煮啊 所以就可以吃的更健康 是但这个书名不减肥才能瘦 还是充满了很多很值得讨论的一些部分 比方说你第一章里面就有讲到吗 说减肥失败不是你的错 他其实我觉得看到的对我来讲吧 最重要的几个字叫做减肥失败 因为我觉得身边是常听到一些朋友们努力减肥 然后哇我真的好厉害我真的瘦了 然后不久之后就又富胖 类似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也很想要请问一下 会如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减肥失败之常会发生的事 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我们人类的那个原始的基因设定 就是像我们古代的时候 我们背着我们的剑要出去打猎 我们看到一只兔子 我们就赶快把它打了 那赶快就要吃掉 不能说我看了这篇书 所以我要先留个兔子腿 隔天再吃你就会马上把它吃掉 然后你看到一个蜂巢 它是碳水化合物 但是我还是很饿要赶快把它吃掉 人就是一直都会不知道 你的下一餐在哪里的 是处在一个求生的模式的状态下 所以人本来就是倾向一个过度饮食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你天生的 这个基因设定去控制 就是说你靠意志力 然后拿体重拿身体为战场 你很努力的去把它瘦下来 但是它就是会反弹 它就是会回来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对抗 所以你还是要得靠其他的方式 去寻服你的大脑 寻服你的你的心 嗯 才能从新的去设定说 你心里没有觉得说 哇我进入饥荒模式 所以我一定要 多吃一点 趕快去hold住 对hold住那个脂肪 hold住那个肥 然后让它不瘦下来 所以你还是要从心开始 从心态开始 让你的心觉得说 它没有在这个状态下 你可以很安心的瘦下来 才有可能瘦 否则怎么样 从科学来看 也是95%的人都会富胖 都是在做白工 甚至比以前更胖 而且那个溜溜球效应 胖回来的多数都是脂肪 是是 而且它又对你的身体 有一个更大的伤害 更大的压力 所以一定要从头 你要从头想说你要怎么做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你要想说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哦 我要吃好的 我要过好的 对 那你就从头要重新去设计 设计你的生活的方式来想起 嗯 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征服 嗯 因为我觉得太多 我看过太多人是 把它像征服一样 然后那个成果 或是那个宣誓 放在脸书或是Instagram 嗯 可是那些东西搞不好 还会要你的命 因为它会反弹 嗯嗯 没错 嗯 我曾经也听人讲过说 我真的也是很想要吃的清淡一点啊 吃的比较养生一点啊 可是那些东西真的太不好吃了 我真的是吃到万念俱灰 到后来都快得厌食症 可是你的第二章却指出 吃好吃的才会瘦一辈子 嗯 这种说法也真的太有魅力了 嗯 我也真的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你看 你一定会学的说 老娘压力这么大 我为什么还要吃烫青菜 对 就是这本来就是你 你你现在想说我要瘦 你当然也不希望瘦 你过五年还要再 再经历这个可怕的事情一次嘛 没错 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个 可以永续做下去 你自己做下来 没有觉得剥夺感这么大的事情 对 所以你一定是要吃好吃的 嗯 你自己觉得你喜欢吃的 那有很 这就有很多很多的定义 例如说我现在上节目 也有人会 会挑战我说 那我说我要过好的生活 就是要去吃巧克力蛋糕 嗯 为什么 我可以吃吗 对 当然可以吃啊 嗯 只不过就我的观点 我会选一个就是什么 法国的什么甜点 什么比赛回来的 嗯 或什么蓝带什么回来的 所以他那个是做的非常 你会觉得你用美食家的角度 一口一口品尝 然后一个销魂级的甜点 你完全的吃进那个 非常美好的感受 持续了它的能量等等等等 然后你半年内都不会想再吃的那种 美好的感受 存在你的心里的那个感受来吃 嗯 我并不会就是去拿那种 非常便宜的 随便卖的 对对对 好 我们要开放现场call in 83693398 今天呢 慧如他们带来了两本书 要送给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的朋友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本 不减肥才能瘦 不过你要说出书名哦 83693398 在童话很远的世界漂流 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 终于掃集够多的伤口才懂 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 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 踏实却比浪漫来的持久 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 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 很容易就爆了 回了墙快乐 搞得不快乐 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 我的梦现在瘦瘦的 一下子就满了 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 你的手却很厚很黏咒 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是梁静如所演唱 瘦瘦的 哇瘦瘦的 大概是很多女人的梦想 一辈子的梦想哦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作者是黄慧如 慧如呢 这两年都一直在写畅销书哦 这本不减肥才能瘦 肯定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目标跟理想咯 它是由天下杂志所出版的 而我们刚才开放了现场call in 有两本书会由天下杂志出版社呢 寄给我们的读者朋友 寄给我们的听众 那这两本书目前已经都送出去咯 所以呢 请朋友不用再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会在等候下一次有机会 可以送书的时候了 刚才慧如讲到说 要吃自己喜欢的 OK 假设我是一个很喜欢吃巧克力蛋糕的人 那么我可能就要去选择 不是一般买的那种添加物很多的 或者是用比较劣质的奶油或巧克力去做成的 我可能要选择比较好的 像你刚说什么蓝带什么 好我要质疑你了 请问一下慧如老师 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代表 我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呢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您所谓的不减肥才能瘦跟吃好东西 只是属于有钱人的咯 那如果我只是一般的上班族 或者是小私女 那我有什么机会可以做到呢 嗯 的确也有人这样子问过我 就是我们说 会可以去品味什么东西 好像要经过一些人生历练 或是一些累积之后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是 但是我有几个不同的想法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巧克力蛋糕 第一个你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你可以去选择那种 自己去买 然后自己来来来做 那例如说你可以去找一些 真的添加目标 没有那么多的东西 嗯 自己自己动手做 那台湾相较而言的话 它的神仙相关的东西 跟国际上来比 事实上是便宜非常多的 啊好 第二个我也没有觉得说 所谓的好就一定等于高价 嗯 比如说我去吃一个干面 可是那个干面的 妈妈她是 非常对她自己东西非常自豪的 她非常知道她怎么弄怎么弄 然后她哪个又怎么弄怎么弄 而且她 一定要你说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她很在乎你的反应这样子 对就 虽然我那个去吃个干面 没有那么想跟人家聊天 但是就 被迫 不断被追问 对对对 就是也 你可以吃到一个很满足 你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东西 它不一定代表等于是高价 嗯 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说那个价钱 会让你有压力 事实上你也可以试着 自己去尝试着 这台湾的生鲜的相关的东西 相较而言是便宜的 你反而可以吃得很好 对啊 吃真正的食物 真正食物啊 嗯 我在我在读到我们这本 惠如的书的时候 里面也是特别强调这件事 你说如果你去外面吃一个 那种小火锅的话 涮涮锅 你如果觉得分量还可以的话 某一些火锅料 你可能就会舍弃不吃 而吃真正的食物 对不对 例如说真正的肉片 真正的鱼片 嗯 然后所以那些 青菜类 菇类 对 那个并不是真正的蟹条的蟹条 就大概就不会吃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 一个就是加工食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你不知道它那个 呃 这个这个食物里面 到底加了什么样的添加物 嗯 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 而且你的口味会变 嗯 你你会被这个口味驯服 你以为那个就是 因为那个添加物 对 它会加了一些所谓的鲜味 那个鲜味可能是 调了很多的盐跟糖 嗯 然后你事实上不知道 你以为它没有甜 对 你不知道它有甜 是我们的添加物多数都有糖 是 所以你不知不觉 你以为你有在接糖 其实都没有在接 哈哈 因为太容易吃到 你只是不吃糖 但其实你在别的地方摄取很多的糖 太容易吃到了 非常容易 你吃个番茄酱也吃到 是 你加个酱油也吃到 对 你所有东西几乎都会吃到 所以所谓的那种加工食品 真的非常容易吃到 嗯 而且盐也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你真的回来自己煮 你让你自己的口味 你自己的舌尖 嗯 真的可以敏感到真正吃 吃到真正的 日文说的 食物妈咪 就是真正的唇味 嗯 食物的味道 食物本身的鲜味 对 对对对 比方说像我自己如果在做一些蔬菜汤啊什么时候 我会放番茄 对我看你好爱做菜 还好啦跟你比起来真是差多了 好 那番茄放进去 我觉得它有很特殊的口感 它其实会增加食物的 其他食物的酸 嗯 跟甜的那种口感 它其实会让你觉得适口性很高 适口性什么 不是给貌咪吃的东西才叫适口性很高 我为什么用这个术语 反正类似这样的意思 你会觉得 所有的蔬菜都变得比较好吃 嗯 可是你家的其实是真正的食物嘛 就是类似番茄什么的 对 那我看到慧如也在里面有特别讲到番茄的好处 对不对 你这本书真的包罗万象欸 不因为它就是我平常会吃的东西啊 对啊 你就做了很多常备菜 对我平常家里就是非常多 而且上次我们 我上节目的时候还跟你聊了常备菜这件事呢 对啊 就是说大家可能 我刚刚讲自己做可能很多人就会昏倒 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都很少人会自己做 就是没有 太麻烦了 对都觉得它是麻烦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你要 像日本人也会觉得 他们工时也很长 他们也会觉得很麻烦 但是日本这阵子会 会是长久以来一直流行常备菜 或是冷冻食的概念 对 事实上就也是因应我们这种非常繁忙的生活 嗯 所以你家里可以做一点可以 油漬啊 什么漬啊 各种醋漬啊 对你像夏天的话你可能就可以两道冷菜 冬天的话一道冷菜 嗯 那你接下来你看 你要上桌的时候就非常容易的 像我就是 饭跟我的蒸鱼可以就在电锅蒸 然后我只要炒一个青菜 同时做 所以在15分钟内就可以上桌 而且你看 营养丰富 对对对 口味也很好 你刚刚讲到饭 饭是可以吃的吗 可能很多减肥的人都不吃饭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大议题 嗯 其实曼军老师现在讲的现在是 你也知道现在 健康类书哦 前几名 对 全部都是生酮跟减糖 哈哈哈 没错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嗯 国际上也是 对啊 你要问我说 我跟你讲现在还在辩论中 就是主流一切对这件事情 并没有这么的赞成 嗯 但是我也会觉得说我们长头以来可能吃的太多 对 例如说我们的便当 或是你自己带的便当 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视觉最大的那块好像是饭 饭 对对对对 或是面等等的 它本来就已经不符合我们的营养的一些建议 或是指南 嗯 你看我们my plate 我的餐盘它也是建议四分之一啊 是 所以你的饭要跟你的蔬菜一样多啊 嗯 可是我们本来就吃太多 你现在要把本来吃太多的这件事先剪下来 就不容易了 一开始会不容易 你会觉得会饿 对 但是就空虚空虚 所以你蔬菜类要增加 啊 像我现在早餐 我连早餐都吃蔬菜 嗯 那我早餐吃蔬菜的好处就是说我本来可能要一片吐司 我现在可以半片 因为我蔬菜吃非常的多 嗯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这样会饿 对啊 因为蔬菜相对而言热量比较低 是 所以你的蛋白质又要再增加 所以我的蛋白质我可能会可以吃到两克蛋 嗯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我们早餐的蛋白质特别重要哦 因为你有整天的活动 对 所以你可以吃更多的蛋白质 让你的肌肉可以长起来 又有问题了 嗯 以前人说一天不能吃超过一个蛋 但是惠如在书里面说 这又是一个需要更新的观念 对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的 其实那时候还是很大的新闻 所有的大国际大媒体都有处理 就是美国的营养指南是被更新 嗯 他以前是有规定那个胆固醇 所以他把它拿掉了 因为后来专家会议就发现说 胆固醇 事实上多数是在人体制造 那饮食制造之次就有两成 所以多数是在你身体里面 对 所以饮食事实上影响没有这么大 所以你现在后来就被解禁了 蛋黄也可以吃 海鲜也可以吃 对 而且在惠如书里面也有提到说 蛋白质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重要 我们很需要它 为肌肉而吃 嗯 因为你我们人就是 我们就是会老嘛 所以我们新陈代谢率会降低 对 唯一可以hold住我们新陈代谢率的 就是我们的肌肉 嗯 所以你一定要为你的肌肉而吃 所以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吃够 偏偏我们就很容易吃不够 嗯 所以从早餐开始 尤其早餐最重要 对 因为你一整天都还有整天的活动 是 但偏偏我们台式的早餐就是 澎湃的碳水化合物 嗯 你想想 馒头 对 粥 三明治的面包 而且那个蛋皮非常的少 很薄一片 所以你都要特别注意 如果这样你就会想说 我还要再吃一个茶叶蛋 哦 或者是我的豆浆要合够 豆浆也可以补充蛋白质 嗯 豆浆是植物性蛋白质啊 对 或是你可以是优肉乳 或是地质的牛奶等等都算 嗯 OK 好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不减肥才能瘦啊 其实慧如从各方面 比方说从一个 减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好 到你要怎么吃 好 其实很多东西 你发现看完这本书 你会觉得 我的人生解禁了 因为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吃 只是吃的顺序 比方说我可能应该要吃 先吃青菜 嗯 好然后接下来喝汤 对 再来吃一点肉 对 最后再吃饭 对 可是我们通常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啊 台湾的人还是遗传了那个 我们以前古代农民的吃法 有没有 大碗饭先捧起来 肉给他浇上去 对 其实我们 我以前的那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新人来总是 要带他去吃饭嘛 嗯 可是只要看那个新人一坐下来 然后大家就帮他叫菜 然后什么 一坐下来就开始爬饭了 我们就会笑出来 哈哈哈哈 农民来了 就不应该这样子吃 就这边都是新的观念 对还是要先吃蔬菜 对 吃个半饱之后 当然你 我觉得也不用做到太过分 所以完全没有蔬菜 就啃白饭 然后配肉才太怪了 所以我大概都会 蔬菜先吃掉一半 是 然后再配菜配肉 等等的做法 嗯 可是我跟你讲 这听起来是理论上这样 做起来事实上 还是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 嗯 第一个是你那个菜 你一定要选那个不够 不会太咸 要清淡的 对 你根本做不到 难入口吗 就是你一定会想要说我要陪白饭 因为那个菜太咸 太咸了 所以我的建议 但你自己做就会问题少很多 你可以煮煮的淡一点 嗯 那你就是心里要一些口袋名单 嗯 就是你家或是你公司附近 嗯 有没有哪些是以健康会诉求的 或是口味比较清淡的 是 就比较容易做到 OK 嗯 好的 等一下下一段我们来谈谈运动 虽然我很不想谈这件事 但最终还是要谈回来它 因为我觉得以 运动跟饮食的控制来讲的话 运动对于像我这样的人 是更加困难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跟 慧如聊聊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保持着一种想要动的一种能量 哦 我们先来听听的是阿妹 张慧妹所演唱的维多列亚的秘密 能清除感觉到她的体温 转不转一整天不出门 睡觉胡闹拥抱 啊 耶 擦的双脚 沙滩上的符号 肩膀线跳 上冰山的玉角 沉山里的药 什么都沉得老嘴角 微瞧 看来可靠的笑 睡觉 转能变成我的 耶 能清除感觉到她的体温 转不转一整天不出门 睡觉胡闹拥抱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 对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在228廉价的第一天 来跟您聊一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 不减肥才能瘦 其实它就是一种 怎么样可以让你活得更健康 那怎么样可以用心的吃 慢慢的健身 不要靠意志力 不要把身体当成一个战场 而能够身心平衡的瘦一辈子 那么这一位作者呢 他曾经是康健杂志的总编辑 那如今呢 变成一个瑜伽老师 跟专栏作家 而且写了 都是很畅销的书 从去年所出版的那本 《慢老》 到今年的《不减肥才能瘦》 那就是黄慧如 慧如我看到你在第四章的时候 你有讲到说 运动不用那么拼 慢健身的效果更持久 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种 从内心升起了一种低回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 曾经分享过彼此 慧如问我 你有没有什么运动啊 我说不好意思 我就有瑜伽 瑜伽算吗 然后慧如就说 瑜伽不错 我也是在做瑜伽啊 什么什么 可是我觉得做起来很辛苦 慧如就说 刚开始都是这样 慢慢就习惯了 你就把瑜伽当成 你的生活态度 几年之后 慧如变成了一个瑜伽老师 而我成为了一个瑜伽逃兵 所以我觉得 哇到底运动这件事情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 来谈一下吧 我其实比你 今天练久太多 练了二十年了 没错 所以就是 是累积下来的 所以并不是说 突然一瞬间 可以帮 变成瑜伽老师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是你有提到啊 你说运动不用那么拼 对不对 那你也说 台湾人其实很不爱运动啊 体育署调查有高达 百分之七十二点二的台湾人 没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看到这个我好疗愈哦 对啊 原来我是百分之七十二点二 其中一个 对 跟国际的数字比差不多 台湾人也没有特别不爱运动 OK 全世界都不爱运动 好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运动 才是一个好的开始呢 你有提到说 运动的强度应该就是 运动完想着明天还要去运动 我是这样思想 很多人都觉得运动完以后 哇我真的累瘫了 我再也不要去 对很多人就是 好像就是再也不能再多一下 对 然后就是几乎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的那个强度 真的 很多人都是觉得说运动这样才有效 但是我觉得 所谓的有效 要变成一个复利的效应 就是你要每天能持续的 永续的做下去跟吃一样啦 简单讲 都是你愿意持续的永续的做下去 变成你的生活习惯的一部分的 才叫做有效 对 因为我今天 我真的很努力的 但是我痛了好几天 然后我也 我下次要再去见那个教练 或是那个老师 你觉得有点害怕 然后你会躲着他 对 这样子没有办法持续的事情 都不不叫有效啊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它稍微是你好像要跳一下 可以碰到的那个目标 对 但是你会觉得说 嗯我明天还要继续跑 嗯哼 我好喜欢运动完的这个感受 嗯 你持续的做做做 久了之后你反而就突然 突然有一天 你就变成运动卡了 因为每天都在跑 算跑得很烂还是跑啊 嗯 对啊 慧如有讲啊 就是说你可能先从散步开始 走一走觉得有点无聊了 觉得体力还可以 你就开始跑一跑 我大概是这样子 对 然后你就越跑越长 嗯 因为我现在也 我今天早上来也是有跑 就是我跑 我一开始就是很烂啊 就是一开始就是先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后来就是觉得有点无聊 就跑跑走走 跑跑走走 嗯 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 诶你平常会停下来的地方 开始可以通过了 哇 那一开始你可以跑一圈了 嗯 开始可以跑两圈了 你真的好欣喜自己这个转变 但是我们又没有要代表国家去夺牌 对不对 嗯 我们也必须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对 但是我会持续的做 因为我非常喜欢跑不完的那个感受 嗯 就是觉得今天真美好 人生真美好 人生真正像 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感受体会 这个运动狂的感受 有一天你就会变成运动狂 对 这种体会我也是有的啦 就是那种运动狂 我也曾经有的啦 我觉得我们就是那种文科女生啦 我都可以体会嘛 对 就像是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 我们那时候小学堂 周末要上课 有一段时间是早上不用上课的 那时候刚好大家都在风骑小折 嗯 那我就从我家里骑到合体边 嗯 然后大概再来来回回起一个 将近一个多小时吧 嗯 然后太阳那时候已经升得蛮高了 因为通常大概一定是九点多 快十点 嗯 天气有点热啊 全身出汗 然后又觉得身体有点酸了啊 嗯 然后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就冲澡嘛 从头冲澡 很舒服很舒服 哦那个时刻我真的觉得太舒服了 嗯 就很享受 很享受 所以我怕你有讲到呢 那你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 哈哈 因为后来我们就变成 礼拜六的上午要上课了 嗯 对但是你知道其实这是非常是非常的借口 因为其实还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都不用上课啊 哈哈 我觉得不运动的人 他永远都会找到一个让自己逃避的方式 嗯 对不对 我觉得我自我检讨的能力是还蛮强的啦 只是再去实践就很难 欧卡纳认为说 运动后的感受就是最大的奖励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因为我今天早上运动了 所以我等一下要去吃那个很大块的牛排 或者是很多的面包 就是你运动完的那一餐是你 这一天可以大吃大喝的那一餐 真的还假的 真的可以这样吃啊 真的你不能不能说我只要喝水解渴 或是我 我不要那个破功 好不容易 那个消耗好多热量 然后去吃沙拉 是 因为那时候你身体消耗非常多的干糖 哦 你需要那个 踏雪花蜂蜂就是糖啊 带进去 嗯 然后你也但你要去修复肌肉 建立肌肉 你还是需要蛋白质 所以你那一餐是最值得 可以大吃大喝的一餐 太好了 所以你运动完你就可以去大吃大喝 就真的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奖励就对了 是啊你可以去大吃大喝 嗯 但是也不意味说你每次都要去吃吃到饱 或是麻辣锅 就是你可以吃好一点 然后真的有蛋白质也有 碳水花蜂的一餐 嗯 好最后我们来谈谈肌少症 嗯 好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现在在照顾老人家 嗯 所以我真的明确感觉到老人家 真的都有肌少症的问题 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察哦 那从我开始认真照顾他们以后呢 因为那时候也常常跟你们接触 就是也跟你进行一些访谈 嗯 我就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会适度的给他们加强 比他们以前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 还要多好几倍的肉类啊 或是蛋白质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华人的老人家 都有一种很奇怪的迷思 就是人的年纪越大 吃的越清淡 然后后来就吃素什么之类的 嗯 就比较其实营养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自己也面对这个问题啊 我们也中年了 我们也要开始小心留意 关于肌少的发生的可能性 对不对 对我觉得那个老人家的那个 揚身的迷思哦 就是他会以为肉等于油 对 实际上你吃优质的蛋白质 不见得是油 例如说你瘦肉 海鲜 就是所谓的吃肉不是就吃 就吃控肉饭的意思 就是你去吃好的 优质的蛋白质 还是一定要摄取 对 然后我也觉得 因为我现在教学的经验 我也发现 我的妈呀 现在的上班组 可能也是未来的那个 就是肌少症的症的 未来的预备军 嗯 大家都肌肉都非常的少 就是你会觉得 做下询是为什么会 撑不住 没有办法撑 对我也是这样 对或是手 为什么都没有办法撑地 尤其女生的上班生 非常没有的肌肉 嗯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 妈妈手都跟这个有关啊 因为你都没有肌肉 所以你抱个小孩 当然小孩越来越肿 就是会非常的 小孩越来越肿 哈哈哈 会非常的难 或是你又开始 腰酸背痛 因为你没有 手没有力气 肩膀没有力气 你会腰的力量往下 OK 所以就是整个是一起的 的确是我们从现在 就要把 把它跟你去管理基金 管理理财 一样的重要 所以不要再去追求丰胸了 应该追求的是肌肉 对不对 而且从 对这是从中年以来 最重要的一个资产的管理 是 跟你去理财 一样的意思 管理你的身体的资产 对啊 就跟你老年要过了好不好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从现在 就要好好的做 对对对 你赶快出一本这样的书啦 会会会会会 很重要很重要 对啊 真的 我好羡慕你喔 像我们一个人在拜拜 就这样子 有一种鸡 手上的肉群磨乱舞的感觉 你是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 从中年到老年时候 可以更健康 其实就是怎么管理 自己的肌肉也非常的重要 对 而且如果你中年的时候 没有开始 可能我们已经错过 年轻时期了啦 嗯 但是我相信中年是一个 很好的转机 嗯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开始 你到老年的时候就 有点来不及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你就算80岁才开始练肌肉都有效 都有效 都有效吗 对 那是要配合运动呢 一定要运动 OK 我知道你要逃避这件事 哈哈哈 你要了解我 就是你就算从80岁 是 你才要开始训练肌力 都还是来得及 太好了 所以你无论几岁都来得及 我觉得肌肉这件事 还真的是蛮对你忠诚的朋友 嗯 你的身体最忠诚的朋友 他不会辜负你就对了 所以你还是要好好练 但是你不好练他还是会走啦 就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你厌他就会出来 嗯 了解 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中年人啊 如果想要练肌肉的话 是不是会去做一些很吃力的运动呢 才能达到呢 现在大家会比较 常讲的就是CP值比较高的是深蹲啊 哦 所以深蹲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我们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很多人 又有膝盖问题 嗯 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做对 就是你不要做的时候 不要把膝盖往前推去 嗯 让膝盖有压力 你要反而是觉得是往后坐 嗯 去坐一个后面有一个椅子 或是你要坐马桶 哦 所以你要感觉你的臀部跟后大腿 有发力 哦 往后坐 又用那个臀部跟大腿的力量 帮你站起来 了解 而不是去推你的膝盖 然后用你的膝盖力量 让你站起来 所以你要感觉你的肌肉被发动 是的老师 哈哈哈 我们今天很开心 请到慧如带的这本 不减肥才能瘦 跟大家一起分享 让你更健康的好方法 谢谢慧如 谢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蔡健雅所演唱的可爱 感谢你搭乘两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祝大家廉价快乐 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礼拜见 包括我的政府 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礼拜见 台湊 粉丝 静掉 轆 Les ha 单身不就是一种过程